華航加油 華航加油 近百位華航員工拿著標語 週日聚集在交通部穿白衣集結抗議 但不是停機師 而是反對罷工 同仁犧牲了所有的年假跟假期 回到出座崗位上 努力的為每一位旅客 努力的排班抓飛 口中正正有詞 強調代表華航員工 為地勤及同仁抱不平 還特別強調地勤是加班 處理罷工後續 這次用自己的架發起抗議 但馬上被網友和華航地勤起禮 帶頭的不是基層 而是華航的航務處經理 是那些拿了高薪的主管 他們考機又不錯 所以說他們會跟 我們華航的一群人站在一起 對著台上痛罵 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 當場質疑他們根本都是資方號召來的 而這些人的身分也都曝光了 裡面不少人是華航的高層 包括空服管理部經理劉建文 空服管理部組長何玉貞 銀銷部經理吳手一 堅強的抗議陣容 也被網友很酸 華航連跑龍套的卡斯都這麼堅強 也有人說恭喜你們 新年有機會升官了 其實螢幕上的人我大概都認識了 那麼他們還是我們的員工 那麼我基本上我也是尊重他們的意志 那他們都是我們的一些管理職的人 吳俊達律師表示這樣的行為 在台灣航空圈不是第一次 在臉書上抖大的標題寫下 經理您演戲辛苦了 並提到當年復興航空倒閉時 也曾請法務假冒老房代表 宣稱公司的方案很合理 而這一次華航員工的抗議 到底是不是代表資方 求證華航與當事人都沒有回應 參選剛才人方祥台北報導